爭招 韓國瑜 爭招 韓國瑜 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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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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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來提早爭招 為什麼想要來提早召開這個全代會 因為全代會現在 目前的進度是7月下旬 才來召開嘛 那7月下旬召開民進黨在4月份 就會決定全代會 就是他們就會決定出選的人選 那國民黨施殺 一直砍 砍到7月的部分 7月底再推出來 這個傷害可能很難複合 國民黨團結都不一定打贏 何況不團結 所以我們就希望能夠提早 召開黨代表大會 然後來解決這個難題 覺得現在黨內有卡韓的勢力嗎 有啊 現在你看 你看前幾天 朱立倫也講了 他願意爭招韓國瑜 最強的部分 那我覺得現在就是王金平嘛 那就是別人講了 山海關的大將就是王金平死守的 那我想最後面實在不行 我們也會去找王金平做抗議 這邊我們也會發 這個新聞稿給大家 因為我們要把韓國瑜 所有阻擋前面的石頭都搬走 因為我覺得 只有你可以看到這次馬祖 尋鄉的部分 誰是得民心得天下 韓國瑜就是標準的得民心 他雖然短短三個月一百天 你看他做了多少事情 搶了多少訂單 有的人罵他賣水果不行 那你來賣賣看水果啊 你水果可以賣多少呢 你水果也沒賣到多少啊 東區也沒落啦 很多地方也做得很差啊 經濟也搞那麼差 那你們來做做看嘛 你們又做不到 就是酸 就是別人講的酸美的部分 我們今天呢 就是目前找了這個 22個縣市的黨代表 因為你看今天有從馬祖過來的 金門大物那個代表飛不過來 那我們今天大概會帶 大概會有八成的黨代表 各縣市的黨代表都會來 第一個呢我們會透過黨代表連署 第二個呢我們會在高雄這邊 也讓高雄市民去連署 然後讓韓國瑜有一個正當性 第三呢我們會透過中央委員會 過半數的連署 他叫強迫召開 第四呢我們也會找各縣市 黨部的主委去溝通 因為有一半的縣市要求 也可以提早召開 第五呢 我們就剛才講的 黨代表這邊來連署 那我們明天也會 到這個中堂會去遞交 希望讓他們提早把這個 那當然中堂會不能決議喔 那可是他可以提案